二月潼 雍正皇帝 假的 空谷也是假的 一位庸浸 黄馬林浸斬了你 皇上被天下百姓称作抄家皇帝 再不斷抄下去 不怕天下臣民心寒 你狂猛 好了好了,真是狼如狼,好啊 人在世上难逃命运,亦知道每一分爱是缘分 尽我生,苦不挑未来未去问 是这一分爱是我情不自家 航向过航山,全是我完全没有恨 在这一生,爱他一次变无限 八人,自从安徽秦府递上墨佔 说久后遇周未到,不知圣上现在何处之后 你老人家又告病假,十三爷一早已经病了 朝中只有奴才和马齐两个,真是忙得不得了 皇靠,忙得更好,这才证明你农科多大人重要 八爷,皇上虽然不在北京,但耳目众多 你叫我来谈些什么,可能没人会知道 但我出入八爷府,一定会有人报告 所以我才要告病假?你是上书房,满人大臣 皇上又不在北京,有政务要来向我请示,就顺理成章 皇靠何必太担心? 再说,我告病假之后,马齐的工作自然多了一倍 正好将他困住在畅春园,没空理我们的事 啊?不如你又想… 什么又想啊?上次被雍正先下守卫强 打乱了我们的部署,我们根本还没有动手 如今老十四都调了去遵法守令 北京只剩下你我二人,再不动手,下一个被弄的 不是我,就必然是你龙大人 但是… 你放心,今次雍正和张婷玉都不在 老十三,又病到面无人色 三马哥宏时只是一个空心老观 兵权政权都在你和我手中 我们何受大事不成? 要讲时机,今次确是好过上次 但只怕出师无名,难以服众 法不存六二 让我静静跟你说 要出师有名,其实很简单 年庚瑶带着三千兵马海船回京 我是负责接应的总理王大臣 三千个有功将士 没有理由要他们在城外扎刑 封台大营更在荆交 何不掉走兵员,让出地方给年庚瑶部队住呢? 没错,可以乘机掉走封台提督不力塔 就说年庚瑶要用他的衙门 这样不必霸出不力塔 亦可以先随去封台大营一处心腹之患 王寇果然精明,举一反三 其二,为了保证皇上回京的安全 昌春园的警卫要换一换 就由你的暴君统领衙门暂时管理先 你说行不行得通? 很厉害 住在昌春园的是御林军线报营 规矩每三个月调防一次 如今刚刚调防的时候 换走他们也是顺理成章 所以我说是天意 京城之内有你狗门提督 封台大营没了主将 昌春园又由暴君统领衙门看传 皇上如今性价不知下流 如果不幸沉入黄河之中 当然是另一层天意 就算不是,经过这一番调动之后 我们都准备好可以接性价回宫 哈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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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育,你扮得好 如果不是改行六路 朕如今恐怕还在黄河之上 再浮再沉 这一道来京城西华门够三十里 不如一起赶路 趁天黑之前入城 万岁爷,回到这里 又反而不用太心急 请看 西边就是唱春园 东北有个战楼那里就是西边门 正北就是白云门 万岁爷,我们不如在枫台大营住一晚 明天才入城,好吗 好 好 朕有言在先 行六路回京 沿途游你打点 你说住多一晚 朕也都随你 万岁爷,一身是天下安危 请书臣过分小心 小心不会过分的 就叫北力塔事后一晚 明天才回到唱春园 前面几个是什么人 站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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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力塔做事都算小心 你们去哪里 找谁 有没有守灵 你进去跟北力塔说一声 说张亭玉想探访他 我这里有个图章 你拿进去 他一看就明白了 北大人今天下午入了北京城 如今还没回来 你这个图章我不懂得看 总之大人吩咐过 没有守灵就不放行 你们回去吧 哈哈哈 庭玉 你这次真是受财欲着兵 有理说不清 喂,你在那边 疏了疏了些什么 天黑了 还不回应 张亭 你来得对了 快点过来 到底是谁 原来是御前侍卫张五哥大人 为什么你穿得整个生意人 差点不认得你 得罪了 张亭 其实是张亭玉大人 由河南微服回京 皇上派我和德令太保护他回来 所以就穿便装了 这位就是中堂大人 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那么多位进来试谈 好,怒烦了 什么北力塔真的不在这里吗 你守门口的兄弟 大概见我们衣着随便 竟然不肯通传 张大人堂堂上局的图章 竟然比不上兵部一张首领 这件事传出去 一定变成笑话 五哥,你这次真是怪错好人 北大人真的不在军营 龙科多大人昨天已经叫了他入城以示 今天又再叫一次 他们什么事 中堂大人,卑职只是少少头目 无权过问 不过北大人回来后面色很难看 大家都不敢惹他 他今天入城之前交代过 无论公事私事 没有兵部的首领 任何人都不准入影 刚才那位兄弟只是奉命行事 龙科多叫北力塔去以示 那你知不知道是十三爷主持 还是龙科多主持 中堂大人,十三爷病了 已经去了清凡子静养 北大人是去暴君统领衙门以示 当然是由龙科多大人主持 嗯 大人,议事厅就在前面 不如进去休息一下 如今都天黑了 北大人职责在身 应该就快回来 我们不去议事厅 免得又应酬一轮其他军官 你带我们去北力塔的书房 叫他们打几盆热水 给我们洗脚洗面 再预备一些食物 我们一边休息 一边等北力塔回来 好啊,好啊 一切都准备好了 大人请休息 北大人一回来 碑职就会通知他过来事后 嗯 叫张宇过来 朕想见一见他 啊,中堂大人 张宇,你好做法 你听不见万岁爷要见你吗 他,这位,是万岁爷 嗯 万岁爷来,来到我们丰台大营啊 哈哈,我是宰相 万岁爷不来 我自己来军营干什么 快点过去见礼 快点过来吧 过来吧 你是武官 应该豪迈些才是 干什么闪闪叔叔 奴才真是瞎 其实早就应该认得出是主子了 当年在户部 后来升参将 都曾经来远见过主子了 奴才张宇 康熙四十五年参军的 去年新升参将 哦 你都算是老兵 怪不得刚才安排得这么好 这里丰台大营 有不少是十三爷的亲兵 是吗 是啊,万岁爷 以前也是 万岁爷登基的时候 有一半游击以上的军官 都是十三爷的亲兵 自从不大人做了提督之后 十三爷说 与不过堂就不会大的 所以将大家有些升职 有些外调 如今只剩下二十多个旧人 嗯 亭玉 实在 你看看十三爷他多细心 其实朕从来不会怀疑他勇兵自重 如果国家多几个这种言德的亲王 朕就轻松得多了 十三爷都曾经向神提起过这件事 他说 军队是属于朝廷的 无论亲王大将都不应该擅自勇兵 由他立一个规矩 后世就有得遵循 其实神也有提议过 外省军官 行了行了 朕今天又不是跟你论静 朕看这个章宇办事都挺尽力 既然有缘见到朕 也都是他的福气 明天你出个文件 升他做二等侍卫了 章宇 还不快点借恩 是 奴才 借主隆恩 既然你都知道了 今晚就由你侍候皇上 现在你静静找几个心腹 去照怡亲王来见嫁 要保守秘密 知道吗 爭 亭玉 实在 不用这么麻烦 朕看不力塔也快回来 十三弟有病 无谓惊动他 反正朕只住一晚 其实也只是几个时辰 萬歲爷 这样不行 性价在这里 封台大型今晚就变成了行供 不能出差错 章宇 快点去 走 庭玉 神在 真是难为你这么细心 不过照朕看上来 好像一切都很正常 萬歲爷 或者是奴才多疑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看着北京城 总是觉得有点不安心 如今入了封台大型 神才叫做安乐 你身为宰相 细心是应该的 如今诸事妥当 你可以去休息一下 神遵旨 神理 神理寻常 追求万岁今安 十三 fueron 入来 來吧 炸 怎麼了 眼睛不眨 看著朕 神帝看來萬歲爺除了曬黑了一點之外 氣息不錯 為何經常有謠言說萬歲爺在河南病了 斷了音訊那麼多一天 真是擔心死神帝 你坐下慢慢再說 好 朕沒有病 反而你看上來有點不妥 是不是依然咳得很厲害 朕賜給你的兵片 銀耳和川弓有沒有用 神帝這些犬馬之侄 實在連累皇上粗心 說到底都是太醫沒用 有些說是譚正 有些說是雙風 總之時好時壞 神帝用了皇上次的藥 都覺得好很多 只是有時自己胡思亂想 如果真是譚正 拼命十三郎 亦無命可拼 你別想一邊才行 難道真是英雄氣短 兒女情長 朕看你的病 也不會有什麼大礙 慢慢調理就會好 對 十三爺剛才說 驚誠有謠言 說皇上在河南病了 是民間流傳還是官場流傳 都是最近十日八日的事 大概因為底部登過 皇上無語巡視河宮 偶感風寒 但是已經傳遇 所以那些人就以我傳我了 似乎是由漢臨冤那班人開始傳的 我一聽到立即寫信給廉親王 又叫龍科多截查 但是我入了清凡子養病這麼多日 都未聽到音訊 昨天八哥和龍科多來看過我 說皇上由安徽水路回京 所以剛才叫我過來封台大營 我也嚇了一跳 唱春園更在止赤 為什麼 我們軍臣未復回京 還是小心點好 有人趁你病了想欺瞞你 你知道嗎十三弟 十三爺以為唱春園安全過這裡嗎 那當然是這裡安全一點 皇上說有人欺瞞神帝到底是誰 朕還未知道 十三爺你是已是親王 負責京城防務 他們應該找你商量 想辦法打聽萬歲爺的音訊 為什麼探病的時候一點都不提 還說謊 說我們由安徽回來呢 停玉 你未免太多疑了 他們這樣說 可能是不想十三弟這個病人擔心 朝中有奸信 這些大家都知道 皇上也清楚 只是馬齊和皇九 沒可能會瞞我 張羽 你在那裡幹什麼 皇上 筆大人回來了 奴才不敢說明皇上在這裡 只是說十三爺和張宗堂來了 不知道皇上見不見 來得好 筆寧塔快點進來 卑職向十三爺請安 別管大夫小叫 向皇上請安 什麼 皇上 怎麼樣 不認得朕嗎 不 不是 不過實在太意外了 皇上怎麼會突然來了 奴才不力塔參見我皇萬歲萬萬歲 你起來 十三爺有事問你 龍科多找你談了三天 有什麼這麼好談 十三爺 奴才正想找你投訴 投訴 是 這個豐台提督奴才 沒得做了 今天已經和龍大人反了面 他說我恥寵傲相 今晚就要參我一本 隔我頂大 我跟他說不用這麼麻煩 我今晚寫奏接慈官 免得一日到晚看人面色 受人的氣 不力塔 你是奉旨特派的總督 直帝京畿七萬人馬歸你節制 誰敢委屈你 為何要慈官這麼好脾氣 皇上 不是奴才不夠好脾氣 是龍大人實在太過分了 連續三日會議 第一日說 連大將軍班司回朝 要奴才讓出三千個宿位給他們住 連更遙於國家有功 這樣做很應該 所以當時奴才都沒有反對 到了昨天 又要把提督中軍大營搬走 讓給連大將軍使用 奴才當場就頂回頭 說風台大營保衛京師近郊和暢春園 這個地點可以兩邊兼顧 不可以因為迎接大將軍 而誤了皇上的差事 要調走我的中軍 沒有聖子樹難奉命 當時大家不歡而散 你說得有道理 誰知道到了今天 又找我去開會 說他已經和八王爺商議好 將我的中軍調去北邊定安門外 又說京城安危不用我擔心 他暴軍統領衙門有二萬人護駕 奴才當時說風台大營 並不是九門提督館 龍大人想調我 除非叫十三爺招會兵部出命令 否則我連連根堯那三千兵都不讓他進來 話不投機半句多 我就這樣走回來了 各有各的防區不可以亂調 風台大營中軍搬不搬也好 你一定要親自指揮 北利塔 你跟蹤我這麼多年 這些事應該回來找我 又我可以跟他們交涉 怎麼可以跟上書房大臣鬥氣 你十三爺說得對 北利塔 你有兩件事做得不對 第一 不應該代曼連將軍 第二 有事應該立即通知怡親王 這次朕就搖恕你 你放心做風台總督 風台大營一步都不准移 朕明天午時 回到暢春園戰會 吩咐龍科多 神遵旨 馬齊他到底搞什麼 這麼大件事 為什麼他沒有份開會 皇上 這樣也怪得馬齊 自從神第一病 八哥他又告病假 馬齊一個人主持所有政務 又要看奏捷 寫節略遞給皇上 又要接見官員義士 已經望到他頭暈眼花了 軍事方面 他只有被龍科多負責 嗯 你也說得對 不利塔 你跪安 喳 你去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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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中堂 外面幹什麼這樣做 我這裡還要辦事 啟稟中堂 屬下亦正想向中堂報告 九門提督派兵來接管唱春園 不知道中堂事先有沒有得到通知 又是這樣 中堂你看看 老闆提督的人都進來了 一間屋一間屋 這麼派人去暫光 還說換班 依我說 十足十抄家造反的樣子 豈有此理 劉天正 你立刻派人去清華爾通知十三夜 看看他來不來得到 趙快 走 叫莫論代上來見我 知道了 大人 馬中堂 你叫我 莫論代 剛才劉鐵誠對我說 九門提督派兵進駐唱春園 你是當席示威領班 他們事先有沒有通知過你 沒有 沒有 剛才九門提督衙門的李春風帶了人來 隨身有領事衛內大臣龍科多中堂的令牌 說皇上就快回來 所以大內和唱春園兩處都要清楚檢查一次 唱春園防務暫時有九門 不用說下去 他們有多少人來 回中堂 李春風說他們有1200人來了 你出去叫李春風進來 還有 所有千種以上軍官全部進來 我要對他們訓話 嘩 嘩 你們這些太監幹什麼 每個人都害怕得臉順順 現在不過是士兵換防 一時間無通暴 你以為造反嗎 馬上回去辦事 不准胡言亂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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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見馬中堂 你就是李春風是嗎 回中堂 卑職李春風 是在九門提督旗下當差的 我記得康熙五十一年我主持武將考試 當時有個門生叫李春風 是不是你 馬中堂果然好記性 正是在下 當年在下是第四十一名武進士 今年春天只有雲南調回來 尚未向恩師拜後 請恩師你恕聚 擺臂多例 既然是我門生 我就教訓你兩句 這裡是北京 暢春園是禁宮內縣 暴軍統領衙門 只負責京城防衛 不出九門之內 你未京城寺大兵 善出九門 進駐暢春園 你知不知道有罪 馬中堂 卑職這次帶一千二百人 入暢春園換房 是奉龍科多中堂的將領 他老人家是領事位內大臣 中堂你說卑職擅自進入暢春園 卑職實在不敢當 我也是領事位內大臣 但我不知道有件這樣的事 會不會是龍中堂未知會馬中堂你 惡倫代 馬中堂 你飛馬入紫禁城 傳我君譽 無論奉誰的命令都好 凡進入大外的兵 全部退出 在五門外集合 聽我最新命令 一個都不准入皇宮 呃 怎麼了 還不去 馬中堂 你猜是否先跟龍中堂 商議一下會好些 商議我當然會商議 你們不用你做示威的操心 但首先要做的是退兵 其他可以慢慢說 我已經請了十三爺過來 你進城堂龍中堂 請他來長春園 炸 炸 好 現在輪到你們 李春風 你剛才說善字兩個字 你不敢當 人師現在靠你什麼叫善 躍拳 不合理的就叫善 九門提督旗下暴君統領衙門 管的是京城九門之內的治安 走到來城外長春園換班 就算有誰的命令在手上 都叫善 蛤 雍正皇帝第四十八回 遙秀寧監製 曾月娥編導 二月河原著 陳七編劇 主題曲由徐家良作曲及片曲 太康填詞 鄭少秋主唱 由黃秋生飾演雍正 李學斌飾演韻志 潘文柏飾演尹祥 鍾偉明飾演張亭玉 並且由龍天生 李偉祥 劉浩祥 盧世昌 李健良 蕭輝勇 譚漢華 戴偉光 余世騰 莫家驅等聯合播演 香港電台廣播劇組製作 現在經以播放完畢 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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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我心 我心 估不了未來未去問 是這一份月 是我情不自家 航向過航沙 全是我完全沒有恨 在這一生 愛他一次連無憾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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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賺個航沙 誰在決定我命運 是否晴天主在我的緣分 面對江南沙 人在世上難逃命運 也知道 每一分愛是緣分 盡我生 我生 苦悶不了未來未去問 是這一分月 是我情不自甘 旁向江山 全是我完全沒有恨 在這一生 愛他一次面路下 盡我生 我生 苦悶不了未來未去問 是這一分月 是我情不自甘 旁向江山 全是我完全沒有恨 在這一生 愛他一次面路下 旁向江山 全是我情不自甘 旁向江山 全是我情不自甘 旁向江山 全是我情不自甘